但是我们总统蔡英文昨天po了些什么文呢 他昨天又在po他的podcast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耳朵出油不出油的podcast 实在是一个非常逆风的 杨明哥在包含之前 这个郭彦均很多孩子都走的时候 他也po过嘛 当时是说谁 立兵颖 呼吁大家不要社会对立这么严重 还有那时候有这个何美香的podcast 大家就说天哪何美香这么争议 人物你偏要这样逆风 而在此时此刻我们刚刚讲的 只是疫情是其中一个数字 还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呢 昨天的股市应该有很多的股民 真的是笑不出来 还有包含的是电费即将 这大户都要大涨了 结果我们的总统还在拼选举 下面网友其实也蛮直白的 而且也不想再忍了 譬如说就说不要再消费台湾了 或者说选举模式已经展开了 还有人更酸说缺电 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听podcast了 其实这个蔡总统发这些文章 让我讶异的反而不是说 疫情一天多少人这个往生 或者是什么这个股市怎么样的 昨天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 25周年 2019年 捡到枪的那位蔡总统 挺香港 挺了两年多之后 昨天一个字都不提香港 我就觉得奇怪 我再去翻赖清德副总统的脸书 一个字都没有发 没有 只发租屋补贴 我再翻最爱香港的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 他的脸书停留在6月29号 还在讨论台湾海峡是内海外海 还在骂这个国民党 奇怪了 这些人不是都在挺香港吗 不是都在撑香港吗 不是都在这个什么时代革命什么光荣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奇怪 怎么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更何况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不断强调一国两制 他的昨天这个整个说法 基本上就是在对台湾喊话了 那两年大家不要忘记 2019年1月2号 习近平讲了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之后 让整个蔡英文捡到枪捡到炮 不断的去消费这件事情 然后把国民党打得稀里哗啦的 结果现在只在乎蔡其昌的选情 这让我觉得有点讶异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因为 我们现在台湾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改变了 你知道我们现在香港的这些居民 在2019年到7月就是所谓的国安法 反送中这件事情它实施上路之后 到2022年就今年的4月 总共有2万8千多名的香港人来台居留 所谓居留它不是长期的 它可能就是工作就学等等 它不是一个长期的居留 那申请定居就必须两个条件 一个叫专业人士 一个叫做投资移民 那要申请就是变成台湾 就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话 有这两个管道 结果最近就有媒体做了一个这个专题 它说大量的香港的这个 在台湾的香港人想要申请 这个用专业人士变成台湾人 通通被打枪 各种理由 比如说你是有一位 有一位香港的这个女性的护理师 她是看到台湾今年疫情 重症的病房很拥挤 她想要申请入籍 她想要来帮忙 加入这个医护团队被打枪 为什么 那个理由是说 你曾经在香港的公立医院里面 担任护理师 所以有国安疑虑 好再来 有这个香港城市大学的图书馆馆长 申请要来这个 用这个专业人士申请来台 学者嘛 好结果呢 一样 因为香港城市大学 是香港这个公立大学 一样就属于等于是这个 有中国因素 所以是有国安疑虑 否决 再来 你知道连那个出生地 在中国大陆的香港人 然后呢 他要申请来 因为你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你有国安疑虑 否决 今年大概 这个上半年 大概否决了上百件 所以变成说 香港很多的 他里面 那个专题里面受访的 有一个 他就最后决定 先移民到英国去了 就是他在台湾 申请了两次都被打枪 我干脆去英国 好 那这代表了什么 民进党 消费香港 声援香港 最后 抛弃香港 那我觉得挺蔡其昌 合理啊 蔡其昌又不是香港人 对不对 而且蔡其昌 这个又是什么职棒 大联盟的会长 又是立法院的副院长 又要选台中 你知道他里面还讲到一段说 哎呀很多人说 这个蔡其昌是我的弟弟什么的 那不要忘记蔡正元才是蔡英文的哥哥 这是网路上的梗 好 但是呢 我要强调的是 这些民进党的人 那个 持穷解奶线 在这个时间点就看到了 他们是怎么样的行为来挺香港 现在就免洗香港 不要忘记了 半个月前 我们的陆委会把那个专业人士来台的 本来要放宽 后来决定 哎 警说 是谁 谁在 谁有意见 不让这个专业人士来台的条件放宽 林静怡 又是一个打着民主反民主的人 所以 我会觉得 现在整个 民进党的高层 现在对 对于选举的这种执着 只要是有选举有利的 他就来拿来沾 哎 当今天我拿到了这个利益 我拿到了香港红利 现在香港议题对我一点用都没有的时候 哎 弃之如必喜 昨天只有陆委会 在晚上六点多 发了新闻稿 然后呢 各家的媒体 都是晚上九点多 大概八九点才发稿 这非常的罕见好吗 一般来讲 这种陆委会这种 如果今天比如说中国大陆习近平 他们这个发表了任何的谈话 理论上 人家是早上的行程 理论上这个 至少你下午就应该要有一个回应了吧 拖到晚上 是不是都有很多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以前只要对岸讲一国两制 我们马上掉出来 哎 我们绝对不接受 哎呀 这个是抗中保台第一名 哎 现在怎么变了一个样子 更好笑的是 昨天 蔡总统他除了发这一篇 他把早上发的是 他在这个什么 自由民主联盟里面的支持的内容 对 在一个自由民主联盟里面 他发了声援乌克兰 却不提香港 哎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如果 如果我三年前 是支持蔡英文的人 我现在会觉得有点 有点 切心 就是会觉得 奇怪 你的价值呢 你对香港民主自由的追寻呢 哎呀 原来跑到朱立伦身上了 朱立伦昨天发文说 愿香港这个自由回归香港 这个 你知道 这是一个灵魂交换的游戏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实在很纳闷 然后呢 结果国台办回应的是 回应说 希望朱立伦不要讲对两岸和平 这个不好的这些话语 可是你知道 不提就不用被问 整个民进党政府不提香港 国台办就不会回应 你看 你看这高招啊 我们就当做没发生 今天7月2号了 7月1号已经过了 没事 没事 大家香港我们以后再说 不急 各位香港人你们如果要定居来台湾 你们就只能准备好600万 有600万 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中华民国公民 不然我们就要严格审查 你的国安的这个疑虑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国安疑虑 不要忘记那600万很快 这个条件也要限制了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他们要修 论资等于中资 所以大家这个要注意啊 各位香港的 在台湾的朋友 好日子不多了 大家好好珍惜 嗯 旺旺水神呢 它是微酸性电子 次律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慈禧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 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 在我的部分折扣码 可以享有优惠啊